加拿大经济今年第二季度的表现相当不错 不过由于该国经济容易受到全球经济增速和贸易状况的影响 荷兰国际银行认为 加拿大央行可能会利用9月4号的会议为10月降息打下基础 虽然这对家园来说是个利空消息 但是长期依然看好家园 因为市场目前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化了10月降息的预期 而且这次降息料将是一次性的 此外未来数周美墨加贸易协定预计将获得批准 因此该银行预计 美元兑加元将在2020年第一季度测试1.30下方区间 并将维持下行趋势 目前有证据表明 英国制造业活动萎缩将进一步削弱英镑 昨天英国8月制造业PMI从48跌至47.4 是自2012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该数据已经连续4个月处于萎缩状态 同时新订单数量也在以超过7年最快速度萎缩 商业乐观情绪也跌至历史低位 对此澳洲联邦银行极度不看好英镑 预计英镑兑美元将在明年年初贬值至1.18水平 英镑下跌速度及贬值程度都将超过预期 据证券时报报道 中信箭头在今天发布了秋季投资策略 该策略表明海外经济逐步走向衰退 降息周期开启过程中 黄金也进入战略配置期 大类资产的顺序依次使黄金、债券、股票、本币、商品 从股票市场来看 建议投资者加配黄金、科技、消费、券商和高股息的品种 规避周期品种 目前A股的估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A股的盈利水平也处于历史较低位置 农业、电子、通信等行业景气度较好 汽车销量持续新低 但有望在四季度逐步见底